这或许就是互联网存在的意义吧 眼前这个小哥在网上发视频求助 问自己种的蘑菇 为什么一直长不出来 没想到许多网友见状 却对他冷嘲热讽 只有一名几千粉的博主跑来评论的 留个号码 我让农科院过去看一下 然而此话一出依然被网友调侃 你小子哪来的勇气在这大言不惭 本以为接下来会是一场激烈的骂战 结果第二天 小哥竟表示农科院专家真的联系了他 并且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自家的搭棚 只见专家蹲在地上 十分认真地检查蘑菇 最后更是抓了把泥土 进行现场分析 你今年最大的问题就是捂了膜 人是水 一起都是水 应该是我起的时候 指红里面有一点点水 但是不流水 这个棚子里面 只要按照我们的方法一打孔 小哥将信将疑地开始打孔 没过两天 大棚里真的陆陆续续长出了蘑菇 这一景象直接把小哥看激动了 隔着屏幕对先前的博主不断道谢 对方只留下一句 问题解决了就好 这下轮到之前 口嗨的网友们尴尬了 纷纷表示大佬对不起 之前是小弟有眼不识泰山 经此一事 小哥的蘑菇事业也火了 许多网友表示想要入股 小哥也是二话没说 隔天就回应道 我已经把我们创业的地整理出来了 股东朋友们 你们说种什么 我就种什么 本以为他只是打打嘴炮 不料网友们的要求 真的被他一片片种了出来 不仅有西瓜 植耳干 有彩花 草莓等常见的植物 就连种植难度极高的冰淇淋番茄 都被小哥培育出来 在专家的指导下 小哥更是实现了扩大化种植 把自家大鹏变成了蔬菜基地 当谢青帅生 要给爷爷奶奶养老送终那一刻 一向无条件支持儿子的谢克风 却放话 坚决不会原谅买家 对这个谢青帅的养家 你是什么看法 特别很难 自打谢家破顶重圆之后 网友们便对谢青帅养家 是否有罪而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爷爷奶奶 省吃俭用工 谢青帅上大学属实不易 不是所有拐带中的买方都能如此尽责 不能忘掉他们的养育之恩 也有人高呼拐带买卖同罪 爷爷奶奶将谢青帅养育得再好 都不是让谢家承受生离之苦的理由 更何况谢青帅被拐后 距离原生家庭只有50公里 只要报个警 就很容易找到谢青帅的生父母 要不是谢爸寻子上门 爷爷奶奶也许会将真相带进土里 对此 谢青帅没有多做回应 只是一再强调 爷爷奶奶对自己很好 别的人 比如小时候家里边生气了 会打呀 父母面对养家一直闭口不谈 土磊在采访中问出这个问题 换来的却是长久的沉默 就是谢青帅说 说我还要回去照顾自己的爷爷奶奶 对吧 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 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这个时隔25年才得以团聚的破碎家庭 唯独就这点无法达成共识 只因谢青帅眼中和蔼可亲的爷爷奶奶 正是造就谢家人痛苦的源泉之意 自打儿子失踪 谢母没睡过一天安稳觉 25年来 每天都饱受重度抑郁折磨 直到谢青帅回家后 还不敢断药 我一直吃着抗抑郁症的药 我包括现在 我还没有断药 父亲谢克风为勋子 既花时间又烧钱 甚至当大儿子发烧病倒在学校时 都不能第一时间敢去照顾 两个妹妹各是自打出生起 就生活在压抑的家庭氛围里 我心曾说过 要不是谢青帅走丢 两个女儿或许都不会来到这个世上 也正是因为这些痛苦 谢克风才会放话 奔谢青帅的养家 如果他不买孩子 没错 拐带不是你情我愿的颂养 要不是谢青帅的人生被偷走 谢父谢母或许会将他养育的更好 对此你怎么看 原来二百块真的足以改变人的一生 眼前这位小哥在路上偶遇一个流浪汉 问他为什么会流浪 大叔的回答让人不禁怀疑 善恶真的有报吗 多年前 大叔因为在外打工 和家庭聚少离多 就在一次去医院照顾孕妇的途中 他不慎磕到头 摔出了精神问题 老婆因种种原因选择与他离婚 家里的房子给了弟弟 大叔失去了所有财产 却还想着为儿子存点钱 所以孤身一人来到杭州打工 可后来手机和身份证 却被在一起的老乡偷走 大叔从此失去在城市谋生的能力 只能开启流浪生活 听完他的故事 小哥给了他两百块 本以为他会拿去吃点好的 却不料第二次见面时 大叔居然用那两百补上了身份证 还找到了新的工作 就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坏然一新 他热情邀请小哥去他家做客 虽然他现在住的地方四处漏风 没有水电 在常人看来过得依旧很惨 但阳台上的花和桌上的画面 却映尘出大叔的乐观 他没有好意勿劳 更没有肆意挥霍别人的善意 甚至会把唯一的晚餐 让给帮助过他的小哥 把自然为最好的东西送给恩人 就像送我打火机 他会挑最好的那个 那二百块就像大叔人生的中转蛋 给了他再活一次的机会